戴耀廷说目前还不清楚警察会拘留还是释放他以及其他两位占中运动发起人 不过他表示无论后果如何他们都将接受 这三位占中运动领导人还敦促仍在街头坚守的数百名抗议者 为了确保民主改革的长期斗争而恢复和积蓄力量 我们敬佩学生和市民争取民主的决心 但是我们对政府的冷漠无情感到愤怒 用警棍保持维权的政府是不可理喻的 为了占中者的安全 为了我们最初要表达的爱与和平的意图 我们三人在准备自首的同时也敦促学生们撤离 要深深扎根于社区 以其他的方式传播雨伞革命的精神 在星期二举行的记者会上 戴耀廷 陈建民和朱耀明宣布 他们将于当地时间星期三下午三点向香港警方自首 占中运动在其推特网页上说 自首并非确诺或承认失败 而是对一个无情政府的控诉 他说非暴力抗争的目的并不是要破坏法制 因此参与抗争的人必须有勇气面对法律后果 此前一群反对战中运动者在香港警察总署外抗议 这个自称蓝丝带组织的抗议者首举通缉战中者的标牌 并且呼喊口号 他们认为战中者搞乱了香港 抗议活动从9月末开始 要求当局在2017年实行全面的民主选举 抗议活动持续之久超出许多人的意料 最高潮的时候曾经有超过10万港人走上了街头 当局宣布战中违非法活动 并且屡次清场 从而导致了暴力冲突 VOA卫时新闻报道